各位入围第一届诺大师 NODAS海洋大数据竞赛决赛的同学 还有指导老师 大家好 我是国家海洋研究院院长陈建宏 首先恭喜大家在经历过暑假的工作坊 还有复赛的挑战之后 终于能够脱颖而出 迈向11月16日早上在原三大饭店举办的决赛 NODAS是我国以政府力量发展的国家海洋资料库 这是作为海洋政策决策 海洋科技发展 海洋生态保育 海洋防灾规划 海洋产业开发等无穷应用的一个基础 这个资料库汇整了我国政府 过去各部会的一个调查成果 包括海气象的观测资料 还有海洋模拟 卫星遥测资讯 海洋试验部等功能 超过100个资料级和30亿笔的资料 未来国家海洋研究院的团队将持续努力收入更多的海洋大数据 事实上这个工作是没完没了的工作 调查不断的执行 资料不断的产出 资料库就不断的累积 我们越来越多 就越能精准的来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 大数据竞赛也是NOLAS计划中很重要的一个专案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使用这些资料库的资料 包括我们的年轻高中生 不论是专家 是公民科学家 是对海洋议题有兴趣的个人或者团体 能有根有据的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海洋的议题 本次入围决赛的10个团队 他们所研究的议题 包括了海洋的蓝碳 海洋的能源 海洋环境污染 海中叶绿素的浓度 穿水的流向 海温与乌雨的这样的一个渔货 落海者的流向 沿海这个优氧化的问题 海豹迷航 以及渔村玄湖固体 共10个研究 每个研究都是很棒的一个专题 大家也都使用了NOLAS的资料库提出很棒的成果方案 同时我们也要特别鼓励 没有进入决赛的师生团队 你们迈出第一步进入到复赛 已经是很值得肯定的 都是先驱子 都是使用资料库解决问题的Pioneer 是用科学数据来说话 不人云亦云的优秀清零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 期待各位都能够把NOLAS大数据 结合你们的课程知识还有生活 在决赛的时候提出你们研究的成果 而国海院也将成为你们最坚强的货盾 让我们一起来创造属于台湾海洋研究的里程碑 我们11月16号圆山饭店再见 谢谢大家